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我还客气什么 咱们俩的关系 我们什么关系 送我大米 对 不用 我平时不做饭 平时我这店里也忙 华商联合会的那些老朋友们 也没有时间走动 这些你送给他们 这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是一点心意 我已经让集散感 打成礼盒包了 成 咱们华商联合会的那个老礼 他的华人超市还在开着呢 那可不 人家现在可是越做越大 连锁超市人做十家了 那太好了 你帮我送一些给他 不是 你送他大米干什么呀 他家超市不是要卖东西吗 卖东西的时候 搭着大米一块送 你免费送啊 免费送 每家超市五百斤吧 五百斤 我干嘛 你这是要做慈善事业 是这样 我呢 从国内进了一批大米 但是当地人不认 没人买 这就当促销了 竹子十个电 两吨多 你全白送 我当然有我的条件 他们卖东西的时候 帮我宣传宣传 你跟老李说啊 就说竹子拜托他的 交代给他的 懂的 不不 你真有一套高 实在是高 我这也是在赌呢 行不行还不知道 你押了多少锅 一百五十吨 你胆子真大 你是不是以为 我送给你的这份大礼 就是大米 那是什么呀 如果这条路能打通了 每吨大米 我给你按照一百美元 拿提成 施竹子 你跟我盘钱 俗 俗 我就是个大俗人 来 刘大工程师 一码归一码 别跟钱过不去 合作愉快 我刘青阳 今生今世 能帮上你十足子的忙 那是我最大的荣幸 合作愉快 你今天可喝得有点多啊 你这明显不满意啊 等你好消息 保证完成任务 上车 慢点快去散赶啊 多喝酒了 好的 走吧 主子 江大队长 魏克光临哪 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能忙什么 做生意啊 怪不得这两天你没去医院 原来 挣大钱哪 这话 我能理解为 你想我了吗 我来告诉你 双亲那边医院已经联系好了 季师傅要回去随时可以治疗 谢谢 跟我还客气什么 咱们俩的关系 我们什么关系 老朋友 好吧 我的老朋友 这个星期五晚上 我们餐厅要举办一场 足球之夜的活动 要不要带大家伙一起来 扔闹扔闹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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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